昨天晚上下了额谋大雪 咱们今天出去看看外面是什么情况了 走 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 我乘着风的翅膀去飞翔 东北农村净是火 这下雪就得清雪 昨天晚上下的是额谋大雪 但是现在飘着是小细雪 这院子里这家都堆的很多了 我们这边还盖着冰 基本上得运出去了 这一宿这冰动力是证明刷量 真透量这次 但是没动时尚还得挺一挺 俗话说的好吗 各扫门前雪啊 你家不扫门请你扫 赶紧的把这个阿道吞出来 这个雪呀就往在家这个地方上放 往来我过两天给大家做一个雪雕 看看 现在是早上八点多啊 邻居大哥大嫂他们还没出门呢 没一个脚印 我踩脚就是他家脚印看看 我又像人家来了 那只在纷飞 盘风刺不吹 那也比不上 你对我的伤悲 我成熟的飞 还要放过无所谓 我是不真正的 就刚才他过去我没躲 你就看我这一时间被喷成 咋样了吗 哈哈 哈哈 这个大老王清雪啊 这属于林场勾人的 然后小院就得自己家清雪了 咱们头是差不多先回家把饭做了 所以说假的 我这不开始摸看你故事啊 别怨 这啥子 陆思琴也别往不躲的话 真是往身上死了 这绵绵就是扫地条肉 非得扫身上 虽然是扫地条肉 但是可以很容易清理干净啊 放鞋里头 没有灰了 我可以扫衣服了啊 那炉子已经烧下来了啊 进屋就暖和了 因为里外温差这个温度啊 小30度啊 看看 这就可以把棉帽和棉衣服脱了 往炕上扔就玩火了啊 往炕上扔它热乎 万一湿了的话 你放点上它就炕干了 手头湿了 给这家炕一炕 早上起来没牙齿 咱也做点小米粥 这都是普通家庭最常吃的啊 上回要我做干了 这回我不放那么多米了 老出去了擦着我 用的是电锅阿里果 这个焖饭煮粥都非常省劲 光有个小米粥就太坠乎了 我必须给涛哥整两个鸡蛋 做个月子菜 打个土豆 再做个土豆饼 外表嘎嘎嘎锅呢 嘎嘎好 你看这个鸡真空了 这是我们家自己家里 切点小葱花 加入食盐 来点十三香 咋的啦 叫我呀 要回来吗 冷啊 哎呀嘛 来点面粉 来点清水 开始露饼看这小菜着点 烙饼 烙饼啊 必须来点豆油 豆油烙完是啥 焦黄的 土豆饼啊 必须给它煎的两面再打碗 哎呀 干呀 出锅了啊 哎呀 看看 第二张下锅 这必须炸酥 这必须炸酥它 哎呦 看看这个就弄我 先给它吃了 涛鸽来俩鸡蛋 来不行 再给你整点红糖吧 这是怕我腰犯病啊 还是让我坐月子去 哇 这回粥已经做好了啊 咱拿出看看我这会干不干了 好 看还骨骨的呢 哎 这一围的干系程度 是不是可以啊 看看 这个干系程度啊 这个才是粥 太稀了 不好吃啊 不黏会儿 开成 太干了 就变成稀饭了啊 但我这回绝对是好咯 来又一张 这粥太热了 开饭了啊 这粥太热了 表面一层膜啊 小米粥非常香 这边又得先试试这个 来 涛哥 来鸡蛋 这是标准月子餐啊 也是标准养病餐 看看 咬咬刺着酥脆的 嗯 来这水咸菜 这咬咬咬咬就响了 嗯 我发现我这猪走 已经又有点干了 您放这 你确实比放的还是有点多啊 我都感觉我放了很多水了 这早上这土豆饼真不错 防火 看 看 看 这个早餐标配 来点小咸菜 拌一顿 您可以吃好几天 他会咋不吃鸡蛋呢 怎么可能呢 先喝点粥 鸡蛋兑小米兆 这冬天不得把我整的 分胖分胖的吗 嗯 这不等的过年夏年猪吗 来鸡蛋兑 这绝对是标配啊 把这鸡蛋黄过周里 这才叫香 这比我们烙的的确是好啊 玩了太简单了 啥也不像 这是有美味的早餐 两门饭啊 早餐多吃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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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